如果是一个嘴巴的忏悔的话 就不行了 知道吗 但是从心底里 我们说用四例的忏悔 知道吗 由四例来去忏悔 对秘法来讲的话 没有不能忏悔的恶 知道吗 我们说在有些经典里面说 就是无无间罪 杀父母 杀阿罗汉 就是说在僧团去跳玻璃街等等 就是不能忏 这是定业 但是对秘法来讲 没有一个业是不可 就是不能忏悔的 没有可以忏悔 但是忏悔有具足四个力量 第一是对峙力 比如说皈依 就是三宝 还有有时候我们比如说 用三十五佛来去忏悔 的话就先你观想三十五佛 这是就是说 对峙力 然后第二是说 在这个诸佛 三十五佛的面前 就是说曾经造过的恶业 要想起来 知道吗 到底是说后悔 后悔到什么感觉呢 在阿地亚尊者 造一个阿地亚尊者的佛像的话 他的那个 左边有一个那个塔 他也就是说 在心里就是升起一点点的恶业 他马上会把这个佛像 那个塔前会忏悔 知道吗 忏悔 所以是阿地亚尊者去西藏的时候 用马车一定要把这个塔 行到西藏 所以阿地亚尊者有说过 他一天 可以说一次没有跟着恶业而睡觉 知道吗 但是我们不是 蹲着很多恶业而睡得很香啊 对吧 所以就不行了 所以说今天造业了 就是睡前要把它忏悔 不要跟着恶业睡觉 知道吗 然后就是 后悔的感觉 有很多经典里面有说 比如说我们人 一般人很怕那个蛇嘛 如果你无意中 你的怀里面 掉了一个一条蛇 你有什么那样的感觉 然后你一定马上会站起来 把它 推掉 但我们造业有没有这个感觉 有吗 还难 知道吗 第二 第三 有这样的感觉 然后有说 从心底里 要祸 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 我不去 死也不去做这些恶业 具足这两个条件 第三 要去拜佛 为了这个 拜佛念经 供养 放生 持戒 等等 都是去说 颤 那这个四个条件 不是嘴巴里 讲讲而已 从心底里 有的话说 颤一次 就可以颤掉 颤跟 断不一样 断这些的话 一定要断出 它的根 比如说 刚才师姐问的 那个我执 一定要断出 这个我执 但是颤的意思说 你把 用这样的个四例 来去颤的话 将来不会赶果 但是根还在 知道吗 所以 颤回不是 没有 两根拔出 断的话 就是两根拔出了 那就是看自己 真正有 刚才我讲的这些段 你颤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没有的话 我们再次地去颤 一 可能没有 说二 去重新讲 二 就是一天 一天 这方面可以说 越来越好起来 或者说 会进步 那有一天 会唱的时候 会 发倒 垫眼泪 掉眼泪 为什么呢 怕这些 如果我没有唱的话 有一天 这些会赶果的话 我受不了 知道吗 那现在我们不太懂 这个英国的道理 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 就是活生生的在那边 现在吃那些海鲜的 他们很多人说 没有死的 身体已经熟了 嘴巴还在动 这个很好吃 很新鲜 他根本没有 想过他的感受 虽然他们不会讲 说话 但是我们有同样的 知道吗 所以说用这些方式去 修 但是一两天不行 再次的去修 然后最主要就是早上 因为就是说 肚子是空的 所以说 脉 气 都很 很通 所以很 这个很聪明 但太饱的话 会 谢谢 师傅 你好 那个想向师傅请问 如果 手超经本的话 有些人是说 像佛前 说完之后 然后焚烧掉 就是很多人 各说风云 所以不知道 到底怎么处理 手超经会比较好 这个佛法里面 讲得很清楚 比如说我们 就是抄那个心经 对吧 那我们最主要说 去修这个心经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 可能是没有办法 那就是说 去念 不断地去念 那这个也没办法 比如说 有些可能就是 嘴巴可能有问题 所以就你 就是佛法传善巧 没问题 你可以用 那个手来 可以去写 不断地去写 还是功德无量 知道吗 但西藏 会用黄金 或是银子来去写 写了后 但这个很贵 他就说 在家里 当一个宝 但是说 写的很多的话 他会送到一个塔 西藏有很多塔 都放在那个塔里面 那说 台湾的话 可能有不行的话 那可能最好 是就是烧 就是我们用 就是佛法 比如说 佛法 或者很多技术 那怎么办 太多的话 就是说 用四大 把它就说 就说毁灭 那念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 烧的时候 念一次那个心经 念一次心经 然后这里面说 所有的法 就是说 所有的法 都是空 然后你可以 一直累积 就把它烧掉 然后这个就是说 灰尘 那就是看 就是说 也不可以 我们要保守那个环境 以前我们西藏 都会撒在那个海里面 但是太多的话 也会 会影响到这个 海里面的话 你看 请问格西 就是我有一个 不是很熟的朋友 他一直灌输我一个观念说 他称他的上师为师尊 然后他说 他的师尊的地位 是比观世音菩萨还大 那只要信奉他的师尊 就可以立即成佛 然后他说 因为最近他的父亲往生 那我就跟他说 我帮他在五方讲堂 还有就是帮他做很多功德 他说那个都没有用 他说他花了两万块 他的师尊就已经让他爸爸 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 那请问格西这个怎么说法 谢谢 那我就讲了 我是一个 我的格西叫什么呢 开门见山 对吧 那看 一是说 这个上师 刚才我前面有讲 虽然这个上师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 但是上师有上师的条件 弟子有弟子的条件 他接受窒息 他有能力 去把这个往生者 就是行到那个极乐世界 有这个能力吗 知道吗 这是一个问题 那这是只能问他 因为我也没有神通 对吧 他真的有的话 是可以的 但是这是很难 知道吗 因为我看过很多 非常有修行的人 然后我们西藏人 就是说 得了一个五旧的病 一定的话 他会就是说 走之前会 建一个很尊贵的上师 比如说我们那个 官业上师 然后他遇到这些避难者 他会说 摸他的头 就是安慰一下 但是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这是你的业力 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 我一分钟 不让你说这个苦 知道吗 诸佛菩萨 是这么慈悲 但是刚才 我有前面讲 用什么方法来救我们 就是开始指导 然后我们按照他的 去做 才会得到 知道吗 突然的话 我跟你说一个笑话 对吧 这些也是事实 我们西藏人很重视 那个 什么切 不管是他是出家 在家 然后 有人往生的话 他一定会 供 就是我们 就是 农民的话 有钱的话 他供一个 那个天猪 或者珊瑚 他自己带的 说 供养给这个上师 他已经往生了 知道吗 那那个诸佛菩 正在打什么呢 打麻将 知道吗 然后他 收了那个 天猪放在那里 望着天空 叫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那边有一个位置吗 他的意思说 把这个 请到那个 阿弥陀佛的 那个 世界 有可能吗 一个打麻将的 赌博的 知道吗 他有这个能力吗 就是说 很难 很难 这是事实 知道吗 所以说 要 我们要聪明 要聪明 我们来讲 我们要聪明 是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做一个三宝壁枝 叫护齒三宝 第一个我们要多造佛像 代表佛陀的身体 第二个呢 付持佛陀的口液 那我们叫多印经典 佛书去推广 第三个付持佛陀的心 那是代表什么 设立塔佛塔转经轮 所以希望各位呢 我们要发起大造大型的转经轮 小型的转经轮 大小的设立塔 来放置在任何地方 让大家有机会 接触到佛陀的教训 佛陀的心 来圆满佛陀的身口力 阿弥陀佛 生命基金会 募集菩萨大德的发心 共同供养佛陀身与命 庄严世界进化人心 欢迎护持佛像 经典设立塔制作 华博正好 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大家好 我是卫生福利部 护理及健康招护师 师长蔡淑凤 防疫新生活 您做对了吗 口罩要分内外层 外层视为污染面 内层视为干净面 口罩使用123 一 戴口罩前 要先洗手 检查口罩外层向外 压条向上 戴上后轻按鼻梁 盖住口鼻 预防飞沫接触 二 脱口罩前 先洗手再脱 将口罩外层往内 折成四分之一 再丢进有盖垃圾桶 丢后再洗手 三 暂存口罩时 将口罩外层往内 折成四分之一 放在干净的纸袋 口罩请正确使用 保护自己 也保护别人